當時除了用那個lookup或Vlookup之外的話 有個篩選 篩選就是優標放在欄位上面 按個篩選 它就會自動跳出上面的這一些 讓你去選 不過會有個問題 因為這上面我們有多了一個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刪掉 不然的話他不知道說 那個東西到底是欄位 還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你再做一個篩選 篩選之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去 比如說你要找哪一個人的名字 那如果它這個欄位裡面 放的資料是文字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文字 那比對的方式 你可以是某一個人的比對 所以按這個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就出現一個了 那這個就是你要的結果 如果寫VBA程式 你可以把這個資料 獨立放在另外一個地方 call過去就可以了 但是有點難度 剛剛同學有來問就是說 如果我說今天我的資料 是放在這邊 look out的這個工作表 那我要把它丟到 剛剛查詢界面的這個位置的話 有沒有你找到之後 那找到之後 現在把這個 B欄的最下面這個 把它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個等於是跨了工作表 那如果跨工作表的話 你可能要需要多認識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就是叫做SHEETS 剛有同學就是SHEETS 那有兩種敘述方法 就是說這個地方後面 你可以給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或者是第幾個工作表 點後面加上一個Sales 點Sales 然後或者是點Range 都可以 就可以把你要帶到哪邊的那個儲存格 可以把它丟到你要指定的位置 不過這種寫法可能會比較難一些些 後面看有沒有時間再來補充好了 先把該講的先講完再說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建議各位可以多了解一個叫篩選 那這個篩選功能 它除了說可以用個別的篩選之外 有沒有你可以旁邊看一個有沒有 比如說關鍵字 這個我想應該是 比那個 起台數的來得更強的地方 比如他可以講包含 這邊有個所謂的包含 包含實際上就是關鍵字 比如說你的那個資料裡面有keyword 你只知道他叫他信什麼好了 那可是如果你今天用那個lookup或vlookup 或其他函數match啦index 都一定找不到 那如果你要用什麼 你用包含對不對 這個就可以了 他就等於就是說 裡面只要有哪些關鍵字 就可以幫你查到 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查的 假如說取消 如果你要查的是一個數量 那你會發現你把游標放在數量裡面 他會出現是一個數量篩選 有沒有數字篩選 那你數字篩選 你可以是一個什麼介魚啦 大魚啦 小魚 還有前十項 有沒有 那如果假如你裡面放的資料呢 它是一個日期的話 如果是日期的話 它也可以幫你做日期比對啦 所以這個功能其實還蠻強大的 可以做進階篩選 但是因為收限於時間 我想我們這個可能沒辦法那麼 訊息迷的講 這個我有在那個下一個階段課程 有特別針對這部分做很 進階的那個篩選功能 可以很快的可以做出一個查詢系統 會比這個功能來的更強大許多 所以如果有機會 有時間的話 你們可以玩玩看篩選這個功能 那可以結合VBA 可以做出很多的查詢功能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看這個 假如說我要把那個查詢界面改為什麼 改為VLUCA元素的話 其實很簡單 抓過來一樣是 然後… 在這邊 我真的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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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